你今天本來是怎麼騎伏我 這個是 坐好 有個謝賀七段跟李四十九段的對應 現在目前你覺得誰看起來比較 誰比較好 你覺得誰看起來比較好 白騎好還是黑騎好 黑騎 黑騎 為什麼 因為 因為他這個 因為他看起來是塊地 他只要站在這兩個 他可能就 可能這一塊他就會 所以如果你是白騎下一個你會為難嗎 或是下什麼或是會為難嗎 我會下在這裡 就 就可能不容易 你下這裡 會飛太遠 你下這裡會飛太遠 會不會鞋斷在黑騎 黑騎也被打進來了 他打進來 至少我已經把它尾得比較 那如果你是黑騎你會先搶這一塊是不是 對 如果我是黑騎我會先搶這一塊 可是你這個黑騎是死掉的喔 你看這個黑騎看起來是死 沒有做火 沒有啊 我這個就說 我這個吃掉一顆 就雙腳趾 這個就叫吃了 這個逃不了了 基本上 基本上 雙腳趾 對 這邊可以連起來 這個一拜騎也沒做過 所以黑騎 你說黑騎現在看起來比較 強 比較強壯 如果黑騎現在這裡的話 看起來這塊地就比較強做 這塊地可能就比較大 可能黑騎就要貨上 那這個 這個騎一開始是怎麼布局的 黑騎第一手是下什麼 黑騎第一手是下小木 那白騎是下什麼 星位 星位 第三手 星位 第四手 小木 OK 第五手 第五手 黑騎就掛腳 第六手 第六手 他跳 二間跳是不是 嗯 不是 一間跳 一間跳 然後第七手 第七手 第七手很特別喔 第七手 第七手他就直接 第七手他就直接 第七手他就直接下這裡了 直接 直接站 站那個邊對不對 對 然後第八手 第八手要把它切 因為什麼 第八手切了 切兩個 可是 可是你之後你也可以從這裡 萬一 白騎是長的話 你可以 你可以繼續長 白騎應該不會往 石外線長 他應該往 太空長吧 所以他改用跳的對不對 他是改用跳的 對 OK好